我叫Tumi就是有參加過幾次居靈利 然後今年是第一次參加 然後就很有某個抱轉角 然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綠屋頂學校 他是我的一個朋友 他去申請一個計畫 然後因為很佩服他的理念 然後他的一些理念也跟居靈利是蠻符合的 所以就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這個計畫 那他是客家人 那他今年初有看到 客委會有一個地方創生移居計畫 所以他就去申請 然後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我事後看媒體報導才知道 原來有一百多個申請計畫 但是他是最後入選的五個 所以代表他的這個計畫是有些價值的 那他的計畫構想就是說 我們今年影響到我們整個地球最大就是COVID-19 那台灣很幸運的就是 還是過著一個很正常的生活 可是全世界各地其實都已經水深火熱之中 那我們也逐漸的要習慣這個新常態 然後進入一個後疫情時代 那現在疫情其實還不明朗 那有個想法是 如果哪一天我們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停擺的話 那那個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可以吃到新鮮的食物 就是蔬菜水果呢 那有個想法就是 我們有辦法能夠進行一個自己自足的農耕生活嗎 那這個答案可能就在我們家屋頂上 就是我們 也許可以充分利用我們自己家的屋頂 還有周邊的閒置空間去生產糧食 所以這個 這個綠屋頂學校一開始的起興動業很簡單 就是閒置屋頂的農業應用 但是現在綠屋頂其實已經有很多屋頂的綠化 這是for那種就是節約能源的方向 但是綠屋頂學校比較是聚焦在屋頂實現半農半差 這個差就是留下一個開放性空間 就是你可以把種出來的東西拿來自己吃 然後也可以拿來做一個交易 或者是拿來做一個共享經濟或循環經濟 那這個計畫它目前有五個目標 那目前第一階段就是成立綠屋頂學校 就是開設一系列的那個課程 涵蓋生態環境 然後屋頂施工 園藝設計食農教育等等的 因為綠屋頂它其實還有一定的技術門檻 不是說你想要種東西 然後就開始在屋頂種 但是這樣子結果很有可能就是 你種的東西會半死不活 或者是就是沒有什麼成果這樣子 所以需要先上一些課程 對這個綠屋頂的種植技術的一些了解 那第二步就是想要發展一個低成本 一維護的模組化技術就是協助民眾來打造 生態友善的綠屋頂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就是想要透過這個綠屋頂 跟在地的社團或者是產業結合 然後因為它這個拿的是客委會計畫 所以它的實作場域是在新竹地區 那新竹那種客家莊就是他們有所謂台三線 那他們希望這個綠屋頂如果可以在台三線實踐的話 就是可以發展成台三線的小鎮旅遊 綠屋頂旅遊帶動地方產業 然後進一步是帶動那個區域的小農生產 然後除了自己自主也可以發展農產品的交易 那第五個的話就是建立所謂的資訊平台 就是發展所謂的雲端農場 就是這個部分 這是我覺得會跟居聯運比較有關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綠屋頂農業生產的過程 它有一些農業資訊需要記錄 那我們就要建置一個資訊平台 然後再把這個資訊平台的技術實作 資訊技術實作的成果 然後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後產生一個共享經濟 那這個綠屋頂課程就是 我剛有講過就是包含這些環境生態 然後園藝設計 工法然後實農教育 然後是預計下個月就開始上課這樣子 那其實跟在座各位最有關係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申請計畫就是我朋友 他非常支持開源社群 他覺得開源社群裡面真的太好 所以他覺得他的綠屋頂學校計畫 也要導入這個藍體開源模式去 創造一個知識共享服務獲利的經濟模式 就是你在上完這個學校 你學會怎麼在綠屋頂 然後成功的種出植物 然後有收穫之後 你再把這個knowhow分享出來 回饋給社群 然後創造一個循環 那很簡略的畫一個運作模式 就是首先就是來上課 然後接著就是開始在你家實作 然後實作出來了 你可以就是種出來自己吃 或者是就是生產交易 那在這個自己自主或生產交易 是在一個雲端平台上進行 那因為我們人脈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已經想好就是那個Python 它有一個Odo的平台 它其實是一個就是開源的ERP的平台 它其實框架非常的大 但是你也知道開源的想像無限 所以我們就想要把它用在這種農業生產上 就是Odo的社群 它其實已經有貢獻很多在企業的業務上 但是在農業應用這一塊還是滿缺乏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把它從資訊的角度去開發技術的話 就是開發那種Agritech就是農業科技的IT的應用 就是在Odo上面 那這個是我們的計畫實成表 就是其實這個計畫目前還是在零的階段 然後我剛剛有偷偷的問一下櫃台說 我這樣是零可以來分享 他說沒關係啊什麼都可以講 所以我就來講了 所以現在這個計畫才剛開始 都只是還是在開始上課 那但是因為他有拿了課委會的經費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兩年期的計畫 然後預計就是到後年之後呢 他就是除了要成立綠屋頂示範點 然後建立綠屋頂的模型 還要打造綠屋頂的書店 就是裡面都是擺設就是 如何種植綠屋頂的書籍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 振興地方的經濟 然後打造台三線的花園 然後去發展那一帶的經濟旅遊這樣子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就是那個透過偶渡去實作這個綠屋頂的平台的就是知識 那最後就是這個計畫就是已經有成立FV社團 然後大家其實就是到臉書上去搜尋就是綠屋頂學校 然後雖然是要申請但就是馬上就會通過這樣子 然後這個社團也還很小這樣子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就是 我就是今天接下來就是還是會在這邊 然後幫你就是私底下交流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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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